嘿,我是大迷 今天我们聊聊被中东国家视为眼中钉 有拿他无可奈何的以色列的前世人生 以色列在希伯来文章中意思是与神决利者 这个典故来自于圣经中犹太人祖先雅各 传说雅各在与神的决利中取胜 神将雅各的名字改为了以色列 众所周知 现代的以色列是犹太人建立的 但是在公元4000年前 还没有犹太人的概念 他们的祖先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 也就是两河流域的 闪米特人的一个分支 主要以游牧为生 其他民族为了方便描述 称呼他们为西伯来人 既然是以游牧为生 当然要找有水有草适合放牧的地方 而在西亚有这种环境的地方屈指可数 最终他们来到了迦南 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 从此 西伯来人乃至之后的犹太人 都把这里当作他们自己心中最重要的地方 称为圣地或者是应许之地 一直传承到现在 实际上当西伯来人来到迦南时 那里有原住民的 他们和当地的原住民为了争夺水草资源 多次爆发冲突 结果被原住民赶走 他们迁往尼罗河三角洲 在那里过了几百年的好日子后 古埃及开始加强统治 西伯来人沦为了苦工 之后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了埃及 回到了迦南 这就是出埃及记中的故事 回到迦南的西伯来人 仍要面对迦南的原住民的威胁 通过数百年不断的冲突融合 以色列进入到了士师时代 以色列犹太民族开始形成 这个民族是西伯来人的基础上 通过数百年的融合演变成的 在士师时代的发展之后 公元前11世纪 以色列犹太人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 以色列联合王国 以色列联合王国存在时间不长 只有一百年 总共经历了三位王 扫罗王 大卫王 索罗文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以色列联合王国还是很强大的 尤其第二位国王大卫王 他就是普克牌中黑陶K的原型 与方片K的凯撒 梅花K的亚历山大大帝 红陶K的查理曼并列 强大的以色列联合王国 为什么只有三位王呢 说到联合王国就证明了 这不是一个牢固的政权 所罗门去世之后不久 以色列联合王国就分裂了 公元前930年 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成了两部分 北部是以色列王国 首都撒玛利亚 南部是犹大王国 首都耶路撒冷 以色列和犹太彻底分家 严格来讲 以色列的历史是从此时开始的 前面那些故事参杂了大量的神话 和无从考证的内容 公元前772年 北部的以色列国 首先亡于强盛一时的亚素帝国 而南部的犹大王国也没好的多少 两百多年后 公元前586年 新巴比伦王朝灭掉了犹大王国 耶路撒冷沦陷后 新巴比伦国王 尼布贾尼萨二世下令 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 祭司 商人 工匠一律 押到巴比伦城 成为奴隶 耶路撒冷只留下一批老肉病残 修理葡萄园 耕种田地 这就是犹太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 耶路撒冷成为了一片废墟 四周的城墙被摧毁 圣殿和王宫被放火焚烧 城中所有的金铜器皿 全部被巴比伦王国抢走 至此之后 巴勒斯坦地区 不再作为犹太人主导的地区存在了 时间来到公元前538年 新巴比伦王国 在另一个新兴帝国面前土崩瓦解了 公元前六世纪 新巴比伦王国的东边 一个被称为波斯的群体快速崛起 在他们的国王居鲁士大帝的带领下 征服了整个西亚 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跨越 亚非欧三大洲的国家 巴勒斯坦地区也毫无疑问的 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与巴比伦压迫统治不一样 为了让那些被征服的国家 心甘情愿的跟随庞大的波斯帝国 居鲁士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政策 不久 他就出台了一份震惊犹太人的法令 他将尼布贾尼萨 击押的巴比伦之球 犹太流亡者送回了自己的家乡 耶路撒冷 并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居鲁士委派耶路撒冷 末代国王的儿子 赦巴萨 统治耶路撒冷 还将被新巴比伦 抢走的金铜器敏 如数归还给了犹太人 波斯帝国在与希腊 诸邦战争后逐步衰落 之后马其顿取而代之 马其顿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指挥下 大军横扫亚非欧 建立了历史上第二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 史称亚历山大帝国 可惜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 他死后帝国一分为三 分成了托勒密王朝 塞留古王朝 这段时期三国鼎立被称为希腊化时代 从亚历山大到希腊化时代 巴勒斯坦地区仍然没有摆脱被统治的地位 希腊化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 主要被马加比加族统治 在希腊化时代的晚期 意大利罗马兴起 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 罗马几乎征服了所有地中海周边的地区 而巴勒斯坦地区也不能幸免 罗马共和国晚期名将庞培征服巴勒斯坦地区 将他纳入到了叙利亚省 并扶持希腊家族统治该地区 公元前27年 罗马进入到了罗马帝国时期 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名为犹太战争的起义 起义前前后后多次 但是都被罗马军队残酷镇压了 当时罗马皇帝哈德良将犹太人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将犹太行省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 失去了家园的犹太人开始将近两千多年的流散时 背景离乡的犹太人相当一部分在世界各地过得滋滋有味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复国的想法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他们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从18世纪开始 犹太人开始回归他们祖先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 他们从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士人手中买下土地 因为一开始人数不多 阿拉伯人并没有反对 但是随着身边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阿拉伯人开始警觉起来 他们的文化、信仰、语言都跟当地阿拉伯人格格不住 最致命的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到了1896年 奥匈帝国的犹太义记者 习奥多·赫茨尔发起了西安主义运动 这就是著名的犹太复国运动 他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回归故土 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 第二年 习奥多在瑞士召开了第一届世界西安主义大会 大会最终决议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 有法律保障的家园 为了这一目标 最后犹太国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 等相应机构成立 帮助全世界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随着英国在一战中的胜利 巴勒斯坦地区被英国控制 之后英国外长贝尔福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支持以色列建国 在英国的支持下 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 从一战之前的一万多人增加到了八万多人 二战期间 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 导致大量犹太人进入到了巴勒斯坦地区 在二战结束后 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暴增到了六十万人 这导致地区矛盾是越来越严重 1947年 联大通过了1947年联合国分制法案 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 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为了避免冲突 耶路撒冷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 但是这个方案被阿拉伯国家联盟拒绝了 他们认为这项决议对土地的分割极不公平 将菲沃土地分给了以色列 贫瘠的都分给了巴勒斯坦 而在这个方案表决前 英国就表示一旦决议遭到了双方的反对 他就会退出巴勒斯坦地区 果不其然 1948年5月14日 英国人撤军了 转天 以色列宣布建国 阿拉伯联合军立即做出反应 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对以色列发动进攻 意图彻底将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 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经过二战磨练的阿拉伯联军势如破族 节节胜利 冰封直指特拉维夫 世界各国都不看好以色列 在武器装备和军队规模都弱于阿拉伯联军的情况下 认为以色列很快就会被阿拉伯联军消灭 但这样的担忧并没有发生 战争爆发后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不减反增 大量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处来到以色列 拿起武器投入战场 来到以色列的不仅有人还有钱 犹太财团抄袭来了购买武器的钱 美国也在暗中帮助以色列 他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双方立即停火 面对这么明显的缓兵之际 阿拉伯联军竟然答应了 他们认为以色列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胜利是早晚的事 加之自己的军队疲惫 装备需要补给 所以就同意了停火28天 以色列利用这个宝贵的四周的时间 迅速扩充了兵源 招募了很多曾经参加过二战的犹太人 虽然停火期间武器是禁运的 但是以色列还是搞来了美英的飞机 法国的坦克火炮捷克的轻武器 短短的四周 以色列完成了步兵的摩托化机械化 甚至建立了简单的空地协同能力 反宽阿拉伯军真是老老实实的待了28天 而且内部发生了分歧 停战协议结束后 在下半场双方的局势迅速逆转 阿拉伯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埃及首先要求停战 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签订了停战协定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的胜利结束 中东战争一共打了5次 第二次中东战争也叫苏伊士运河战争 我前几期单独拿出来做过一期 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我放在简介里了 如果简介里找不到 就去我的频道里找一下吧 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叫做六日战争 顾名思义只打了6天 但就是这6天 阿拉伯国家损失参重 以色列占领了加沙 西奈半岛 约旦河西岸 耶路撒冷东城区和格兰高地 共6.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此战也奠定了以色列中东小霸王的地位 这个小霸王好啊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第四次和第五次呢 基本都是以色列吊打对方了 好吧 以色列历史呢就聊到这里吧 希望能加关注 如果能给个一线三连或者强烈推荐 实在是太好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不正经的正经历史 我是大咪 我们下期再见吧